HELLO,我是香港的Senior Artists Ruko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一個很容易化的Classic Red Lip 除了紅唇之外,我也會教大家用同一類型的產品 如何由一個很工整的唇形做一個很自然 但是漸變效果的Ombre Lip 所以很多人都說Matte Lip是很難用 或者比較乾的,這就是其中一個竅門 所以打底在上一個紅唇色來說是很重要的 之後我們就會用Ruby Wu的大紅色唇膏 直接上在唇上面 通常我也會有小提示就是 上唇膏的時候微笑 你的唇的質地,皮膚質地就會拔行了之後 就很容易上到很均勻,而且會快很多 現在都是非常流行的一種大紅的顏色 一個經典的紅唇就是這麼簡單已經完成了 你會見到牙妝的效果是非常搶眼的 現在也是很流行的 之後我也會很簡單地介紹給大家 如何可以將這個紅唇做一個比較再硬一點的 亦都是比較容易穿著的 用同一類型的產品在這裡建造的 首先我會用一個Q-Tip 拿走唇邊的位置 Q-Tip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幫手來的 我會當它是一個工具 很多時候在後面的時候 將它輕輕推蒙了 之後再用一個Conealer 選擇你本身天然的自然皮膚顏色 輕輕在外圍 將唇邊調淡的顏色 亦都是可以做到現在很流行的OmbreLip的效果 你會見到唇邊 你本身天然的唇形的位置會比較淡一點 選擇遮瑕疑的顏色其實很簡單 儘量選擇你皮膚真的顏色 譬如亞洲人很多時候都是偏黃色、底色的 我們會選擇 如果在這個Palette我會選擇 一些比較像牙的顏色 如果是比較白淡一點的亞洲女士 我可能會選擇一些透粉紅的 會容易一點 漸變效果會比較像真 以及會更自然 唇邊的漸變效果開始出 之後我們也會加上 我們剛才的Ruby Wu的唇膏 把唇膏放在中間 輕輕盛開 你就會見到唇心拿到的顏色會比較多 如果你想妝容再持久一點 我們還可以放一點碎粉在唇邊位置 用鬆毛的唇 輕輕在唇邊上 印一點碎粉 最重要是邊的 是漸變效果比較明顯一點 整個染唇色就會更加突出 好 這個染唇的顏色 如果你想自然一點 滑一點的話 我們就這樣完成了 但如果你想再突出一點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Lib Conditioner 一個黃牌的潤唇膏 放一點 放在唇心 當燈光打在唇心的時候 你的唇 就會更加立體 一個很少的步驟 已經令到你一個很隨意 但很穿的 每一天都可以用的 一個很漂亮的紅唇妝 明天就到了 明天不要 America 最期可選擇 蒿萬金 財0000 開été